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KONI 大家好,我是KONI 今天要來抽晉級的巨人啦 非常開心 因為巨人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品 有的人可能會問說 那日版合作為什麼KONI你可以抽呢 我要說不好意思 專業的彈珠玩家 當然就是日版也要有一個帳號囉 而且我還帶著這個帳號 到日本人生放送上爭戰過 雖然平常真的比較少在玩它了 整個心思都放在台版上面 好,先來看看這一次的轉蛋啦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我們的 艾連耶嘎 人類的希望 受神化之後 超反傳送 反風 反減速必 潛力 SS在這裡還蠻特別的 我有看過它的動畫效果 很酷 它會巨人化 以及攻擊變成貫通型 貫通敵人以及率領同伴朝敵人射擊 那變回通常時會回復HP 超酷的吧 我們來看看第二隻 冰掌就是 只有一個字 帥 人類最強的武器 李維阿卡曼 超反重力護照 反板塊 無屬性耐性 巨能射擊之後是立體機動裝置以及弱點殺手 SS是自己速度力量提升 停止後用立體機動裝置攻擊最初碰觸的敵人 並增加敵人攻擊回合 其實冰掌就是這一次的大獎 因為冰掌實在是太強了 它的SS一定會砍弱點 而且SS是自強化後最第一個碰到的敵人連斬 連斬完之後延遲CD 那連斬畢竟是網弱點砍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加上職歐還有弱點殺手的加成 通常開SS之後就會抑傷就是秒王 如果那個王真的很強 那延遲回合還是會給他延遲下去 再來呢來看第三隻 是我在巨人裡面蠻喜歡的一個角色 米卡莎 104期訓練兵首席米卡莎阿卡曼 回血跟反傷害B 聚能射擊之後呢 立體機動裝置 反板塊連擊殺手M SS呢就是自己的速度力量提升 讓敵人弱點全部顯現 停止後再用立體機動裝置攻擊最初碰觸敵人 這還蠻強的 介紹完這三隻之後呢 另外兩隻我們就看過去啦 阿露米 阿露米是五星的 再來是莎夏 我不知道200珠抽不抽的到啦 艾連我覺得要嘛 然後冰掌 就這兩隻狙擊吧 我很希望是 今天是艾連的How up 希望我熟氣不錯 靈活的手指頭 來啦 第一個10抽 拜託給我特效 我是到來的Shadow 艾連 艾連 還來還來 傻夏 傻夏 害我興奮了一下 這個想必是阿露米吧 對 是阿露米 艾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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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掌 照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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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妍 來 吧 艾連 愛連 愛連 喔不要 又槓箍了 天哪 第三個10抽了 我只剩下100隻了 第三個10抽來吧 艾連 冰掌 照赤 照赤 冰探喔 有他的繳 有特效!有特效! 他剛剛!真的! 他頭歪了一下 齁? 齁?齁?! 這樣子! 挑了一下!開玩一下! 喔!冰掌愛臉!拜託!拜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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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中了! 好爽喔! 拜託再來! 冰掌!冰掌! 又開了!又開了! 冰掌!冰掌! 喔不是 丹奴! 冰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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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冰冰沒有 再來第四個十抽 這一個十抽沒有 就沒有了 給我個特效 冰掌Store Like Shuttle 冰冰冰冰冰冰 好啦 這個算了 又來又來又來 冰掌 Oh my God 爸 哇 無法可說 真的中了耶 我好開心喔 啊 又中了一個 太扯了 冰掌跟愛蓮都來了 喔 真的好開心喔 除了米卡莎之外 我的愛蓮有十韻 就是有兩隻 然後冰掌 五韻 就是一隻 我真的抽到了 好開心喔 耶 好 那既然已經抽完了 其實有很多人很好奇 關於這一次七周年的合作 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就如你們看到的 爆新聞的時候 該有的樣子 就還是要有 其實我在七周年特別節目的時候 第一天就已經知道新聞的內容了 其實在前幾天 群組裡面就一直在瘋傳 晉級的巨人的影片 就是我會想說 喔 我知道日版有了 等到 真的知道爆新聞的內容的時候 我的心是 非常 shock的 對 那天其實是 day one的節目已經結束之後 我留下來 我先對稿 那 是失落嗎 應該是吧 並竟我很喜歡晉級的巨人 我覺得 我失望的程度 並沒有比大家 就是 比大家差 嗯 可是 我 我不會覺得 特別難過 我哭了還不會覺得特別難過 我哭是因為 我日版抽到了 我居然兩個都抽到了 雖然我現在心情很複雜 然後 我會想說 怎麼這一次這麼突然 因為前幾次的經驗就是 好像都同步啊 我們一起有 鬼滅的合作 一起有什麼的合作 怎麼這一次沒有 而且加上就是 也是很喜歡 晉級的巨人這部作品 然後 可是我 我也不能說什麼 就在想說 完蛋了 應該會被炎上了很嚴重吧 新聞那一天 巴哈討論區 大家很瘋狂 跟10月8號的爆新聞 大家也是就是超級瘋狂 瘋狂到我覺得 有些玩家已經就是失去理智了 講了很多 假設的原因 都會猜測什麼 彈珠沒錢了 台版要倒了 要奪回 台版爆新聞的自主權 你們一直以為 看日版的新聞就是正確的嗎 呵呵呵呵 你給我好好看台版新聞吧 呵呵 對 也有人這樣猜想 再來就是說 台版要慢慢收掉了 這是一個收法 台版當閹割版的玩家 至等公民怎樣怎樣 還有另外一個政治因素 對 就是說 進捷巨人之前在大陸跟香港都被禁 所以呢 是沒有辦法合作的 我是覺得 大家想像力都很豐富啊 之前玩過一些遊戲 大概也會知道 沒有辦法順利合作會是什麼原因 對啊 就是一個合作活動最重要的 看他的 其他人應該 這樣講應該要剪掉吧 我不能講啊 對我而言 平多就是我打開我的日版帳號 然後很難課金 我可能還得 老人帶買禮物卡 就是這樣子 這一次我選擇無課 因為康妮沒錢 所以10月的時候 公佈復刻 我就覺得 Thank God 感謝老天 我不用課金 打關卡獲得的這200顆寶珠 日版我就來抽 沒有就算了 結果沒有想到抽的還蠻好的 對 以上就是我的 真實感想 如果有一天 台版真的有晉級的巨人的話 我還不課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康妮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歡康妮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小鈴鐺開啟 這樣直播或上最新影片的時候呢 就能收到通知了 當然也記得到我的臉書 羅康妮爆發加五郎 然後按讚按起來 消息才不會露街喔 下次再見囉 掰掰